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度雷哥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这块收完小麦之后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中药材种植 而且这个中药材它的市场行情和市场需求量都是相当的不错 也可以这么说,种植这一个中药材比我们种植果树利润还要大 种植果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次种植连续收益15到35年都有的 而这种中药材呢,一次性种植,一次性投资相当于长年收益 以后就不用投资其他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种植中药材呢 评不清楚的朋友,你对这种中药材种植是否感兴趣呢 感兴趣的情况下,先看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 相信大家呢 有些人可能对它有些陌生 有的人对它非常熟悉 它的名字就叫做藏红花 藏红花的种植时间呢 可以说分为两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是每年的6月份到7月份 还有一个是8月份到9月份来进行种植 而且这个藏红花它是和南北方来进行发展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密麻油 地病栋梁 倒楠 interesan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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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